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军识别网站网站评论称 中国造舰业的步伐 再次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短短6年时间里 已经有50艘056行轻型护卫舰诞生 平均每年推出的船只超过8艘 如果不是多方求证 我们真的难以相信这个事实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 056只是一艘排水量 1340吨的小型护卫舰 也没有像世界其他国家所见的很多轻型护卫舰 那样全副武装到牙齿 056并不追求复杂高档的武装配置 仅维持必要的水面站与基本的防空自卫能力 只要能满足最基本的近海巡逻 击毙防御与有限强度作战能力 同时也删除让直升机驻舰的能力 显示其尽可能简化设计以压低成本 把舰上更多空间用来提供较好的市居性与自持力 对于一种担负第二线近海水面巡逻作战任务的刺激舰艇而言 这些都是十分合理的考虑 而且相较于中国海军此前销型的037型列潜艇 056无论耐波性 自持力与作战能力都增长数倍 而相较于054A型护卫舰乃至原本的江湖籍 056体型较小 吃水较浅 更利于在水浅的东海海域使用 而且价格相对低连的056能建造更多 使解放军海军维持一支规模较大的近海作战舰队 在本世纪中国与东南亚树国对南海主导主权争议越演越烈之际 近海作战的056对中国海军的作用就更为明显 056或许没有采用任何突破性的新技术 但是协调各船厂同时成批建造此行舰 而是相关厂商技术升级 也很具有积极意义 由于庞大的总数和中国对于信息的低调 因此我们很难准确监控 到056型护卫舰的总数有多少 推测将会超过64艘 自2018年1月1日起 中国造舰业已经为中国海军建造了不少于19艘新型水面舰艇 比去年增加了三艘 而且目前距离年底还有四个月 恐怕目前世界上 除了美国已经无人能够和中国海军相媲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